我要謝謝他 因為演藝圈我覺得 能讓我尊重的大哥不多 我就尊重黃子嬌先生 因為我那時候還進去精神病院被關 演藝圈只有他一個前輩這樣一直關心我 會讓我換人走出來 我相信他還是個好先生好爸爸 他也有努力在改變 就想要記得這個人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對啊 我覺得他做的好事更多 所以請大家 將心比心一下 Yeah 在這幾年他很敢說嗎 就什麼事情他是最呆他贏嗎 最近他在講他謝和弦什麼 告贏的拿了幾萬塊 我也是覺得很悶很不爽 可是孩子也剛出生 你在那邊講這個幹嘛 炫耀這個幹嘛 你這麼這麼厲害 那你也不是鼓勵人家照顧人家呢 因為我曾經受過焦哥的幫助 因為我之前處置的時候他一直關心我 所以我身上有吃一個黃子嬌 對 哈哈哈 Yeah 我幫我黃子嬌 謝謝他 因為演藝圈我覺得 能讓我尊重的大哥不多 哈哈哈 我就尊重黃子嬌先生 對啊 可能他很花魂的 對對對 可能他之前做的事我不知道 但後來他做的事他對很多人都很棒 你看像李炳輝 李炳輝大哥他還是圍牙 有活動都找他一起這樣 對 所以 對 對他說一些加油打氣的話 不用加油打氣啊 就事已過一些都變形 就 坦然面對啊 對 對 對 你說他已經受不容約了 蛤 蛤 真的嗎 剛剛的是嗎 哇 就剛剛 哇 那希望他快點好起來 因為我相信他還是個好先生好爸爸 對啊 他也有努力在改變 就是之前我大麻事件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直訊息給我 因為我那時候還進去精神病院被殺 演藝圈只有他一個前輩這樣一直關心我 讓我歡迎走出來 因為我們都是牡羊座的 他說你絕對我們會打倒 就想要記得這個人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對啊 對啊 我覺得他做的好事更多 所以請大家 將心比心一下 耶 耶